封印尼文明的作词 文明的作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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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明的寰功 李宗盛 在清净献分 此三则因三种分离不同 而献起三种不同的献分 这是不一样的 接受方面 清静方面 你要修行到清静是什么 像阿罗汉 就是清静 他把眼耳鼻舌 生意全部关掉 眼睛不看 耳朵不听 嘴巴不讲 鼻子不能不呼吸吧 总之意念 眼耳鼻舌生意 舌头 他们都不贪了 不贪了就怎么样 就清静了 不贪就清静了 任何事情不贪 你就变得清静了 像师尊今天如果贪 师尊不敢坐在这里讲大话 我不会跟你要钱 因为我守师父的借力 我师父跟我讲 清真道长跟我讲 了名和尚跟我讲 你以后出去度众生 不可以跟人家开口要钱 我就守这个借力 所以我讲说 第一个我不贪 都是你们包红包 自己给的 给多给少 随意 我做附魔 也是一样的 做什么事情 以前跟帮人家看风水 问事 从来不规定价钱 没有说 你的这次重大的事情 这次要你三千块美金 不可以 不可以 在重大的事情 你包个五块钱 我就很高兴 一块钱两张也可以 一块钱也可以 包个一块钱也可以 甚至说我身上没有带钱 我就红纸 红纸也可以 不要紧 归衣也一样 不规定价钱 就是你灌顶阿世雷 我也没有规定价钱 我告诉大家 有一个人灌顶阿世雷 他包给我一个什么东西 你知道吗 茶叶包一包 茶叶 你去买茶叶 人家也买个一瓶吧 一罐吧 一罐吧 或者一盒子吧 不是耶 灌顶阿世雷是 盒子打开 里面群中的一条线 然后带上一包 放在这个红包里面 灌顶阿世雷是这样子的 一包茶 他也明明知道我不能喝茶的 因为我喝茶我就睡不着啊 有没有这回事 就是有 给他灌顶好了 五佛灌顶 舍利子灌顶 舍利塔灌顶 五佛观灌顶 这个灵厨灌顶 灌顶平灌顶 这种种灌顶给他灌完了 他成为一个阿世雷 就是一个上师 他包给我的是红包 里面一条绳子 一个茶叶包 没有关系 但是我记得很清楚 哈哈哈 印象最深啦 印象很深啦 印象很深 你看 这个上师灌顶 居然是一包茶叶 一小包啦 不是一盒子 一盒子喔 我还心理上还觉得 满舒畅的 你一包一条绳子 包一包茶叶给我 但是我还是认为他是上师 阿世雷 没有关系 师尊不计较 从中都可以的 这个就是清净现分 你自己不贪啊 就是清净 这不是很好吗 对不对 你因为不贪 所以你不贪 你就会刚 你很刚强 人家指点你的时候 你这个人诈财 我财不诈财 对不对 他说你这个人诈财 你指我诈财 根本就错误啊 我是给人家随意的 拿你炸你的财 你心所厌 所以这个 你就觉得自己 很清净 没有什么过患 没有什么过失 你过的日子 觉得 淡烫烫烫 清清白白 那是非常好 而且我这个人 跟人家问事 或者怎么样的 要做什么事情 先征求人家同意 绝对这样子的 我不会贸然 很冒失的 嘴巴讲出来的话 是一个冒失的话 不会 我一定先征求你的同意 你同意的 我才做 你不同意 我绝对不会勉强 一生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做 首先呢 人家说 人诚既佛诚 你人能够立于天地之间 才有诚佛的希望 你人能够当成一个证人 在圣经里面讲 是义人 你是一个义人 有正义的这个义人 你就有上天堂的可能 你是一个证人君子 你就有成佛的可能 人诚既佛诚 今天讲到这里 我妈的朋友